李秘密的全角色攻略 荒龙天下第一斗 首先恭喜一斗大哥 被收入到了李秘密的全角色攻略之中 请问一斗大哥你有什么对大家想说的吗 荒龙天下第一斗 到此一游 不好意思激动了些 咱们的一斗大哥果然如传言般的 就是那么中二的二 不对啊 就是那么活泼的开朗 下面我们直接介绍一斗大哥的攻略吧 角色定位 战场主C 能击突破属性 暴击率 下面是一斗大哥的等级天赋 突破材料需求总数 大家截图保存即可 外网所有关于李秘密的视频都是非法转载的 并非本人上传 视频的开头 李秘密要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些干货 是关于双岩三岩的优势 新手一定要看这里啊 玩原神70%的人都不太明白双岩的优势和玩法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双岩的配对 尤其是有五郎的这个配对啊 一斗是不需要护盾角色 就可以触发双岩共鸣的组队buff 全程我们可以完美的知道双岩处于护盾庇护下的角色 攻击敌人造成的伤害提升15% 并减少该敌人20%的岩元素抗性 持续15秒 那么有的小伙伴就问了 哎呀没有护盾角色怎么触发双岩配对的护盾加成呢 当然是因为延系角色独有的结晶护盾了 这里有的小伙伴就又问了 哎呀如果护盾在半路碎了 那么状态没了怎么办呢 这个减抗不就是没了吗 放心啊 只要你攻击到怪物 这个减抗的buff是存在15秒的 即使护盾碎了也不影响减抗的属性 而且我们只要在五郎的大招范围内 每1.5秒 五郎就会为在场的角色自动吸附解晶 生成护盾 全程我们只要稍微有点操作 这个盾也是基本碎不掉的 就和我视频中一样啊 最后李密密要说一下 解晶护盾的厚度取决于触发解晶角色的精通值 玩法思路 合理的利用一斗的乱神之怪力的被动机制 一斗的乱神之怪力层数 可以根据一斗背后的面具亮起的光点进行层数判断 满层怪力会触发一个光效 一斗的普攻第二段会产生一层的怪力 第四段会产生两层的怪力 一技能扔小牛命中敌人也会产生一层的怪力 释放这个乱神怪力 我们只需要长按普攻剑进行动机 就会消耗怪力的层数 我们的一斗就会咔咔的乱砍呢 非常的爽 在大招的持续时间内 如果我们的重机把怪力层数全部消耗完毕 我们可以用普攻和释放一技能的小牛再叠加层数 变成普通的重机状态 还有就是一斗捆绑五郎是最好的 一斗的主流玩法就是三眼和双眼队 如果你不玩一斗和五郎的三眼或者双眼队 那么你何必去抽一斗呢 角色缺点 一斗40%的强度来源于武器 四星的武器也就赤骨能用用了 当然赤骨捆绑中力是最好的 不捆绑中力也有五郎的解禁护盾 稍微注意一下走位问题也不是很大 一斗的专武从综合角度来讲 任何武器都无法碰瓷这个专武 想都不要想 除去以上两种情况 其他武器无法挖解出一斗的真正强度 强行佩戴其他武器面板非常的拉垮 输出也拉垮 但是有几把武器可以凑合拥有 后面里面会讲 这里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角色优点 输出的下限高 上限也高 0到1命的一斗强度是足够的 放心第一个岩系五星主C不会差的 一斗的配队对角色需求不大 正常玩法只需要捆绑五郎 再随便搭配一个岩角色组成三岩队 哪怕你不用这第三个岩角色都可以 就把它直接挂在队伍里就好了 队伍的第四人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搭配了 一斗的天赋加点 优先Q技能和普攻 这两个天赋对一斗都很重要的 对点也是可以的 一技能的实际倍率是553% 伤害非常的可观 但相比Q技能和普攻的手艺 一技能还是放在最后点的位置吧 一命的全角色攻略录取更新中 想看其他角色的攻略 点击视频下方的合集查阅即可 一斗的关键命座 一命两命四命和六命 一命的一斗直接开大放一扔个小牛 开始重击就可以吃到满层的怪力了 开大后的怪力续航能力也增加了 相比零命提升还是非常大的 两命的一斗会减少全队的岩角色CD 同时还能增加一斗的充能效率 如果我们使用三岩队开启这个命座 一斗的大招几乎没有空创期 四命是高贵的增一命座 对一斗自身还是对队伍的整体提升 都是非常大的 六命是一斗的无敌命座 它会增加一斗重击70%的暴击伤害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即使只有200%的暴击 开启这个六命 实际我们的大招重击暴击伤害是27% 另一个如果我们自身有怪力层数 施展重击有50%的激励 重击不消耗怪力层数 运气好可以一直重击到大招结束 长达11秒的怪力重击 一斗的武器选择 五星武器首选专武 赤脚石会鼠 其他的五星武器像狼魔无功这些 就是备选武器了 并且佩戴这些武器双暴属性 非常的难成型 如果上面的都没有天空罩 中离是最好的 为上线的云警也可以考虑 操作好的小伙伴有结晶护盾也够用了 其次选择白影剑 上面的都没有只能选择黑眼斩刀了 一斗的圣遗物搭配方面 首选四华管 其次是两华管加两盘眼 其他的圣遗物就不推荐了 圣遗物的属性选择 渣漏选择防御的 极品攻击的也可以 杯子选择炎伤的 帽子选择伤爆的 至于选择暴击还是爆伤的 你看自己缺什么属性 一斗开大后攻击在3500点以上 宝击率在60%以上 宝击伤害在160%以上 一斗的推荐队伍搭配 一斗五郎 炎角色 班尼特 或者班尼特换任意义乃角色 一斗四命五郎 炎角色 加脱手输出角色 脱手角色这里不建议使用行秋 一斗的长按重击 无法触发行秋的大招 我们可以选择北斗 飞谢尔 香灵 阿贝多 甘雨等等角色 还有一种配队就是一斗五郎的双岩队 队伍的缺点就是充能的问题了 队伍中的第三人和第四人 必须要佩戴一个充电宝的角色 例如雷神雷卓 但是我感觉还不如三岩大夫C来的时代 但这也是李秘密自身的想法 队伍的搭配千变万化 我只列举了我自己玩过的 几个不错阵容的搭配 小伙伴们还是要根据 自己拥有的角色 进行合理的搭配哦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意义丢丢用的话 给我点个赞和关注就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哎 哎